我是若荃,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是我仰慕已久的大来宾 然后现在看到他真的觉得他很出色 然后非常的有这个媒体的魅力跟说服力 他是范琪菲 我们请范琪菲跟听众朋友打招呼 若荃,你好,大家好 是,我对你一次印象就是国际新闻 然后非常有自我的见解 那在声音方面就是很洪亮,很大声 中气十足 那用这样的这种气势来做这个国际新闻的节目 我觉得是相当适合 而且那个形象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 可是我看到你的介绍 你是念法律系的 然后本来想要做证券的营业员 后来去美国内跟传媒相关的工作 后来又投入了这个 第一个工作都在报社里面 这人生很特别 你怎么会想要做证券营业员 证券营业员那其实是一个 就是当时我们法律系毕业嘛 然后当时去做证券营业员不用另外考照 当时的规定是这样 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很多我们法律系毕业的话 那你如果说要很快找到工作 其实这是一个管道 而且那个时候刚好也是 真的就是台湾那时候在开放当中 然后证券营业也跟着开放嘛 所以那个时候就释放出很多这相关的产业 就需要人去 那另外一个同时开放其实就是媒体 所以后来 我其实说在那时候年纪很小 都没有想这些事 对只是说就找工作嘛 然后就找到两个工作 然后去媒体那个时候就想说 反正我就先去跑跑新闻看看这样子 然后证券营业那时候本来是想要去当证券员的 因为觉得好像可以赚比较多钱 对可是后来就是先去跑新闻 跑了两个礼拜以后 就跑得太高兴 可以你知道吗 就是以我们现在以观众的角度 或观察你这么多年来的发展 或对这个媒体上面的付出跟贡献 就觉得说哇好加在你我来做媒体 也有做证券营业 当然因为这个工作也是有他的专长跟他的特质 但对于范奇北来说就觉得有点可惜 对不对 我其实我不知道 真的吗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你是觉得去做证券营业 搞不好现在是现在 我搞不好赚很多钱 对啊我搞不好 我搞不好也有十栋豪宅之类的 不同的成就 但是就驻美记者 这样的一个工作跟职贤 我想不只是在观众的心目当中深植人心 如果讲到驻美记者 其实常常会跟这个范奇北 这三个字连在一起 对你个人来说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工作的资历 为什么当初这个机会 进到这一个工作的领域里面 然后又发展了这么久 发展了这么深入 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当初为什么选择去做驻美的这个记者 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大正确 因为那个其实真的不是一个选择的结果 我要再讲一次 就是我觉得我整个职业的发展 跟台湾的开放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那个时候在美国 我已经那时候就是 就是硕士刚念完 然后刚好就碰到了台湾的 也是有线电视执照就开放了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开始竞争 要再做国外的新闻的部分 所以他们需要国外的记者 是因为这样子 在那个时代背景里面 他们开始找驻外记者 其实这个window没有很长 我老实说 我觉得这个window没有很长 差不多只有十年的时间 那我刚好就是在 他们刚刚开放的时候 我刚好碰到 所以就很顺利的进来了 可是其实后来要进来的人 并没有那么容易 是是有时候就是应了那句老话 就是时事造英雄 这个英雄造英雄 真的是你讲的是一个媒体 比较大的阶段跟时代 那其实我从学校毕业之后 就一直在资讯跟电脑公司发展 然后我就有几个资历 比如我待过来边 是个大型电脑的时代 可能一部电脑是一两千万的 后来到HP之后 其实就是workstation跟PC 等我到了Microsoft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种软体盛行 这种network的时代 所以有时候人就是 在那个时代里面 正好在那个阶段里面 也许你就在那个位置里面 做了一些事情 但是范琪斐做的事情 就让大家都看得到 那你做这些 当初我想要自己 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 就是做媒体 我觉得没有 说实在 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 其实只是很单纯的 想把事情做好 我常常跟年轻朋友讲说 我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做事情不是有事业心 不是真的不是有事业心 其实是有自尊心 有有有有 能够感觉到这个部分的需求很强烈 对其实是因为自尊心 所以不能让人家念的 因为念一点点就 就很不高兴这样子 所以为了不让人家念 所以就会去做很多很多事 然后很多事 然后这个很多事 你知道吗 其实我现在年纪大了 回想起来 这不是完全正面的 因为为自尊心去做事的时候 其实有些时候不够柔软 然后会很努力 但是你的是不是真的效果很好 见仁见智 在你自己的自我成了领域当中 就有得有失 可是站在媒体 尤其是国际新闻这样的一个角色上面 其实观众看到了 因为其实台湾一直很需要这样的角色 跟这样的新闻的产品 那我觉得其实是因为 现在的媒体很多元的发展 让这个东西它既被需求 但是挑战性也相对大 因为多元媒体之后 其实台湾可能很多时候 是被一些社会新闻 八卦新闻淹没了 就其实国际新闻 它一直有它的一个存在的价值 那这也是就是范琦菲 一直想做 其实一直坚持在做 再困难都要做的事 我觉得刚开始 真的是因为就是做了驻外记者 然后我在美国的这个经历 我觉得我的专长是做台湾的新闻以外的事 我觉得这样讲都有一点 就一样好像是选择的结果 其实也不是 其实我觉得更正确的说法 应该是说 我觉得我讲国内的新闻 都讲不赢别人 我非常很早就看清楚这一点 就是说我那时候人在国外 我对于台湾的事情实在不够了解 我今天讲台湾的事情是没有重量的 它也没有质量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百花利器的事情 所以后来我就会觉得 我觉得我应该要更钻研的是 比如说我在国外能够获得的资源 那比如说我对美国的了解 我对美国政治文化的了解 然后还有再加上 因为美国的 就是它整个媒体演变的速度 其实比台湾快很多 所以其实看到趋势的机会大很多 然后我其实没有在美国媒体待过 但是我常常跟 因为要跟他们一起跑新闻 所以其实会看到很多美国媒体的做法 其实就都是很多的刺激 所以我那时候很早 我觉得我并不是 我要再强调一遍 做国际新闻其实不是选择的结果 只是我觉得在当时你必须要衡量 你自己的长处是什么 你要这个我觉得是 这就应该是人格特质了 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每个人的人格特质 你要看到你自己擅长做什么 总之就是在这个因缘际会之下 就正好也掌握到一个让自己这个 就是最独特的那一点的能力 然后在这个机会掌握住之后 就造就了这个范琪斐 现在在大家心目当中 这种国际新闻 很专业媒体人的印象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吴若全 今天访问的是资深媒体人范琪斐 好我想在媒体圈 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 自己有很多不同的经验 但是如果回到这些职场的现场 总是会有一些不好的环境 不好的同事 或一些不够理想的对待跟遭遇 那怎么来看待这些经验呢 我觉得我会跟年轻朋友讲说 你现在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要给自己一点时间 好就是说我觉得你现在的工作 你如果觉得很不开心 我觉得你一定要想办法从这个 即使很不开心的工作 也一定要得到一些东西 你才能走 我觉得你才能走 我觉得如果你学不到它的优点 那你就要看清楚这个产业的缺点在哪里 我觉得你走的时候至少要带着这个东西 如果你走的时候连这个都还看不到的时候 我觉得你还不能走 真的我觉得还要再凹一下 就不管你进的是宝山还是垃圾山 你都是要把宝跟垃圾看清楚 有所体验 有所观察 有所觉悟之后 这个就是你很重要的资产 我觉得垃圾是可以回收来做成别的东西的 绝对可以 这就是创意的来源 很多时候大家垃圾爬得不够深 我觉得垃圾爬深的时候 你觉得找得到东西的 绝对找得到东西的 所以我觉得在很沮丧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 就是说不管你做事有多烂 一定有silver lining 他一定有他可以挖得到好东西的地方 只是我是真的觉得 你已经在这个工作投注了几年的时间 你走的时候真的不要 走的时候觉得说我是空手的 这个很重要 对这个真的太浪费时间 任何一个经验 都可以帮助你成长 好的养分 坏的也可以变成一个你可以学习的借金 是啊 好那你已经过了那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 现在其实是可以用自己的影响力 自己的资源 自己的决策 很努力的在做一些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从你的角度来看 你觉得希望这国际新闻这样的一个角色 能够带给台湾的观众听众 因为现在你做媒体 做podcast 做youtube 就是一直想要去给大家更多元的视野跟观点 你想要给台湾的观众或听众朋友 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一个见解或省思呢 我想我永远在做的都是希望能够把从盒子里面跳出来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管是在哪里了 即使是台湾的市场跟美国比起来 它也许小很多 但是我觉得不管是这个产业的规模或大或小 我总是觉得说我们怎么样去做不一样的东西 新的东西 这才会进步 我觉得就是希望带给大家很不一样的观感 我举个例子 今天我非常的高兴 因为我们在line上面的today看世界 我们礼拜六礼拜天 我们是由年轻的朋友主持 一到五是我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是年轻一辈的 礼拜天固定是由凯莉 他也是三十多岁 然后他固定主持人物放大镜 那今天他昨天就发了一条我觉得非常棒的新闻 他就在讲说 在美国有一个 那个标题就是如何耍废的助理 那是美国一个非常红的一个喜剧演员conan 然后他的助理的故事这样子 那助理耍废耍到写了一本书 然后我觉得在这中间我就看到说 他不是单纯耍废而已 他其实是在讲年轻世代对职场的失望 他年轻世代在这个职场里面 他怎么样生存 他们的逻辑 而且我觉得他是讲的是有道理的 比如说他讲到那个人形无功 他就是说在这个产业最上面的人 他就是可以最舒服 然后他可是他有一点不爽的时候 他就把他排协物往后推 好那他就变成 那第二层的人就在把他不舒服的东西 再往后推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人形无功的概念 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 这是一个我觉得大家要省私啦 就是就是说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 或是甚至我们现在做主管的人来讲 我觉得是要是看清楚 就是说你今天是你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那你要达到这个目的的时候 你如果用了一大堆很不开心的人 真的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吗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带来一个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工作环境是比较威权的 即使到现在我觉得还是 尤其我觉得跟美国相比之下 真的非常的威权 他的他这个不是只有 比如说决策的这个决定过程 而是我觉得整个管理方式都是非常威权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新的观念 我觉得真的是只有在美国 他这么开放的地方会有这种想法 我再讲一个 为什么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故事 因为我再讲多一点点 因为他其实跟中国大陆现在讲的躺平是很像的 耍废躺平 其实非常的像 但是美国这个故事 他有多了很大一层 他今天讲故事的方式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那么的残酷 因为你在中国的故事 很多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残酷 但是我觉得在美国这个故事 因为他基本上他对于个人人权 他是有基本的保护的 所以在很多时候你看起来的时候 是有些故事很惨 但很多时候你是觉得很好笑的 他多了很多人味在里头 所以我现在在看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当我们在讲一个很开放的美国 跟一个非常比如说管制非常严重的中国 年轻人都有共同的想法 表示这是年轻人共同的一个心声 但是他们反映出来的还是有一些不同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而且这个不同它可能来自于非常深层 而且是很久远的一种这种文化的层面 或整个这种历史的层面 带给他们的一些冲击跟压力 所以我今天在讲就是说 当不要小看 你背后这个制度带给你的冲击 虽然说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全球化的观念 我看得到你在做什么 你看得到我在做什么 你看看同样一个高压的社会 就是说这个工作非常高压 你才能够出人头地 但是培养出来年轻人还是不一样的 真的很不一样 所以这个范琪斐除了从国际新闻的角度 从政治啊社会 刚才讲到其实就是一般这种上班族 小人物的心声 所以也做了类似说故事的人 这样的节目 甚至出版的书 从第一季要到第二季 所以也让我真的对你个人 有另外一个层面的观感跟了解 也都觉得你是个很powerful的这个新闻媒体人 可是后来从这一些节目里面 发现其实你的内心 那种情感 这种对人的温柔 那对这种很在地的 影响力很大的这种人的 这种内在的心思 给了很多的关切跟知识 而且我觉得你有个理念 就是说你要让下一代都能够传承这些 很精彩的这种人物的故事里面 他很深层的内在的部分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我是吴若泉今天是资深媒体人范琪斐 刚才跟我们聊天聊到其实这个说故事的人 是跟国际新闻上面其实不太相同的一个类型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取材 也某种程度也反映了你内在的某一种关切 某一种对自己的期许 其实你从小都这么有自信吗 我想一下 我小时候应该到一直到上国中之前 其实是蛮害羞的 话非常少的小孩 然后而且那时候我妈妈常常 是真的很害羞那种 就是妈妈要说怎么都不叫人啊 怎么问你什么的 怎么都不说话 是这种小孩子 是真的话很少的小孩 那什么时候才变得口语的表达 怎么流畅 然后我觉得是真的在国中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有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同学之间 然后真的就是会 比如说一起办一些什么康乐活动 然后就是我还记得什么 又有什么要开什么戏会 什么班会 有一些全班要一起做那种表演活动这些 我其实我觉得是那时候开始觉得 其实你表现自己这件事情是OK的 然后我觉得我也是觉得 在那时候因为就是跟朋友之间的这个互动 这个东西 让我让我觉得说 其实这样很有趣啊 很有趣 就是说你在 比如说很多时候你必须要站出来 就是事情可以做快一点这样子 所以这个参与这些同学之间团队的一些活动 把你那个个性害羞的部分慢慢带出来 可以有勇气去面对 去跟人与人之间做连结 但我们看到你这个很自信的外表之下 这个洛群还蛮好奇与惊讶的就是 哇30岁那一年有一个很严重的这个爱情的挫折 然后会去找资商做什么 可是你当年的你有一个印象 就说这个可能是华人的社会 我们刚才聊到这个文化的包袱 就是会想说女生如果没有嫁出去 单身一个人 这个处境是堪忧的 站在现在的角度来看 你还有这样的顾虑吗 虽然现在有幸福的婚姻 万一现在如果还单身 你真的以现在女性的角度来看 这件事情你的观念改变了没有 我觉得观念改变非常的剧烈 因为其实真的30多岁那一次就是 我觉得那一次是一个因为摔很重 然后呢就 而且我其实说实在 我在讲这件事情我其实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我觉得人生最大挫折 好像是失恋这件事情 听起来就很逊这样子 可是我真的觉得摔了一跤 让我把这件事情其实有很长的时间 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都在想同一件事 所以就想得很深 想得非常的深 而且那时候真的是因为有去找 找专业的资商 然后是有人协助的 所以我觉得想的不会 就比较不会那么钻牛角尖 那我觉得后来的 我觉得那时候当然美国在女权的发展上面 的确也比台湾走在前头 我觉得他那时候我记得我的资商师就反复的问我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对于单身这件事情这么的恐惧 OK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好像在问一个人说 你为什么对鬼这么恐惧 这么害怕 你有看过鬼吗 我想大部分人都没看过 但你就是怕鬼 问题是我们单身过 我没看过鬼 但我们知道单身的滋味是什么 我觉得年轻时候单身 跟比如说你在每个阶段不一样 那我觉得三十多岁的时候 我觉得对于一个当时 就我这个时代背景的女孩子来讲 其实蛮大压力的 因为你要看你身边的人 可能都结婚了 然后父母都会跟你讲同样的事情 同才之间的比较 然后大家都会跟你讲说你这样不行哦 你这样子以后怎么办 就是那个社会的深化的这个程度是很严重的 就是他不断的告诉我们的女孩子 我们的女朋友们 说你这样是很可怕的 你以后会死得很难看这样子 就很鲁蛇的一种标签 对就是他一直把 加深你这个印象 所以其实到美国之后 在美国人的想法里面 三十多岁你这个正是 正是人生的高峰啊 你这个是正是最好玩的时候 你怎么会觉得单身对你来讲 是一个这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是想了非常的 就是我真的 我是真的觉得那一次就想了非常的多 可是在那之后 我觉得 其实改变非常的大 然后我觉得现在我甚至觉得 单身没什么不好 真的没什么不好 我不是说今天我结婚 来讲这种话 我是真的觉得单身是一个选择 你要想你这是一个选择的结果 你如果一直在想 这是因为我不得已的结果 那你怎么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 这个东西再好吃 是人家逼着你吃都不会好吃的 其实每件事情都这样 不管你的处境是怎样 如果你能够自我选择这个处境 代表你的人生的主导权在自己手上 可是你如果一直存在着一个 受害者的想法 就是我因为怎样 因为怎样 因为怎样 导致我现在不得不单身 这种被动式的选择 你就会比较觉得委屈跟难过一点 对 但你觉得这样这种自信的改变 除了在美国社会的熏陶 跟你内在的工作的成就 会不会也有关系呢 是不是在工作上面越来越成长 越来越能够掌握这些自己想要的成果 因为你一直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 但其实感情是不是靠自己努力 就能够有结果的 可是工作是可以 我努力我可能可以有一些好的 如我预期的结果出来 工作的成绩啊 能够让自己的自信增加到 我不太去畏惧华人社会里面说 一个女生如果没嫁出去就有多惨 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平衡吗 我觉得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要在另外一个讲 就是说我觉得你要有自己的经济的能力 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如果说你已经 比如说你从你娘家有钱 已经继承一大笔钱 你不用担心钱的事情 我觉得这就是你底气 我真的觉得这就是你的底气 这个没有什么好 我不觉得这是有什么好 打折扣不好意思的事情 这就是你人生的底气 你应该觉得你非常的幸运 然后还有包括说 我有些朋友 比如说嫁一个有钱的老公 然后后来离婚了 比如哪里比钱走 然后有时候他会觉得 就是说我觉得社会上 有时候会觉得说 好像觉得这样很爱钱啊什么的 我觉得what's wrong with that 然后我觉得你跟他结婚了以后 你拿走你该拿的嘛 然后这个钱就是你的底气啊 所以我觉得工作能力是一回事 但是我觉得你钱当然好好运用啦 好那我觉得你如果一再一再去想说 这个钱不是我赚来的 所以我就没有自信 那我没办法 你要有从这个切脚进去看的话 那就是你自己要这样想 我哪办法 我就说你自己要 就是你明明把你的优势要想成劣势 这就很辛苦了 是 所以女生如果在情感上面 对自己真的自信不够 你就一定要在工作上面 或经济上面有自主的能力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吴洛泉 现场是资深媒体人范琪斐 其实你在工作领域上面 做非常多的事情 在大家的眼里 你就是一个非常讲究效率的人 把自己搞得非常的忙碌 这是怎么办到的 再讲我就说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 我说工作这件事情很多人会觉得 我工作这边很辛苦啊 你为什么要搞这么累 有一次我去医院 这个还没有多久以前的事情 我去医院我在等那个医生的时候 然后我就在那个 等医生的那个走廊上面的时候 我就拿电脑要工作 没办法因为我事情做不完 然后等医生的时候 我就一边在工作这样子 然后就有一个 我想是有一位朋友大概是认出来了 就跑来问我说 潘姐你每天都工作多久 我说我每天大概工作差不多12个小时吧 然后我觉得他就是无限的同情这样子 非常同情 因为觉得说你怎么连在等看门诊的时候都还要工作 可是我觉得这是我选择 这是我选择的结果 但是我也有很多朋友觉得我有病啊 我真的有很多朋友觉得你干嘛到这个时候还搞成这个样子 你有病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是 我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决定性的 我觉得应该是你要怎么样看你自己这件事情最重要 因为你如果看你自己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你做什么都会有自信 这是刚才讲我们价值观的选择嘛 那其实我们从你工作上面的付出 别人都会觉得你付出太多时间了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坚持自己目标 然后非常有效能在工作 顶多真的要往心里面去问是说 我有没有真的很过度努力 我这个过度努力的里面那个内在的恐惧或害怕是什么 那有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为了我们内心某一种匮乏感 我们不得不这样的冲撞 但有时候会变成这个匮乏感一旦像刚才讲到的 就金钱经济的状况得到一个改善跟满足之后 他可能一样是很努力在做某一种 可是他不是基于这个匮乏的恐惧 可能会转换成某一种使命感 或自己对于自我这种价值的认同跟追求 那像这样不同阶段的转换 自己是不是有很明显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动机跟动力呢 对我觉得我常常在讲就是说 我最近还常在我还在看一本书 他正在讲说就是做一个傻子 他基本上讲做一个傻子这件事情 我觉得人生的事情是这个就是你你永远很聪明 你可以永远很聪明 可是可是在我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还好我还有很傻的地方 真的我觉得我还有很傻的地方 就是说工作上是工作跟任何事情 就是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 就是说比如说工作我们举例子好了 比如说工作这件事情 我觉得如果我不傻的话 我可能就是认真去借很多业配 去做那种赚很多钱的事情 或者是说我一定要去挑 节目是能够比如说 比如说有些电视台的节目 就是prime time八点档 就是我不应该放弃 因为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带状节目 可是我没有办法做 我没有办法做 因为我觉得人生要有一些事情是 我即使知道我做不到 但我还愿意去试试看 你要有这个傻 你才会做到跟别人不一样的事 这个傻其实另外一个字眼 其实就是热情 就是不要为了某些世俗标准的目的 对不对 就是自己有自己的坚持的热情 那你在私生活就走出工作的领域 家庭生活个人生活里面 会比较轻松一点吗 会 我觉得比较轻松 我不知道这怎么样定义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还是在讲 就是说人很多时候真的不要太聪明 因为我觉得你很多时候不停的算计 不一定会得到你的要的结果的 很多事情要放开一点 我觉得傻是好的 我真的觉得很多时候傻是好的 我觉得如果要很多时候你一直要计较 像我跟我老公 我觉得很多事情要计较的话 我们没办法走那么久 不可能的 我觉得跟任何人在一起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要知道说 你在 我觉得我常常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常常在问我自己 就是我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到底想要什么 那我也不是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婚 我常常想要离婚 我找到很凶的时候我就想要离婚 我常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 就是我在这个关系里面 我要什么 那如果我要的东西比我现在看到这些事情重要 那你这些事情就是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就是想办法去找一个有可能解决的方法 那你这个时候你的弹性就会出来了 OK 所以我觉得是我觉得要要把事情的本质看清楚 然后你要什么 然后我是我我真的感触非常的深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我们常常有些时候 是没有在想 其实大部分时候是没有在想 有些事情你想一想的时候 你其实知道答案的 就因为没有思考 所以你让自己很茫然在那一个自己的困惑里面 对我觉得是有些时候你只说静下心来想一下 然后而且把它想长一点 不要只看眼前这件事情 你把它往前看 多看几个月或几年 就是看长一点看大一点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日子好过很多 就是说然后你可以多做很多事 然后你会开心非常多 想清楚自己要的 然后就能够把握你要的重点 不会被那些你不应该去在意的事情 就是困惑住 我最近就很喜欢这句话 就是你需要的不是在努力 你需要的是不要太在意 对某些事情不用太在意 我觉得是 而且我一直在 你刚刚在讲说我是很努力的人 这件事情 我就有很大的隐忧 因为其实这是我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太我太努力 我真的我有时候觉得我太努力 然后其实这个是限制创意的 因为必须要强迫自己去做不一样的事情 可是我现在因为我太饮捉 我是真的很喜欢我现在做的工作 所以我无时无刻都希望自己在做这件事 可是他其实非常的不健康 他非常不健康 自己有意识有觉察到这个 我知道是不健康的 因为譬如说我会跟我老公相处的时间变得非常的少 我觉得我应该要去 譬如说从事户外 我很喜欢登山 我很喜欢去海边 我觉得我没有时间做这件事 我很喜欢骑马 我没有空骑马 我觉得今天的范琪菲是因为我做了很多奇奇怪怪不一样的事 有今天范琪菲 可是我今天变成只做一件事的范琪菲 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这是我昨天为了访问你看很多资料之后 我内心就想问你的问题 不过看起来你已经问过自己很多次了 对我问过自己非常多次 我觉得现在这么努力是有问题的 必须要调整 我只能说其实人生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 问题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问题 以及你花了多少时间来解决问题 或解答自己这个问题 那到最后会发现 也许这个问题也不是问题 也许我们一定室内在有一些动力 这些动力有时候是来自爱 有时候是来自恐惧 但有一天我们想清楚了 也许那个恐惧也变成爱的一部分 那就是我们的追求 不过我这样就是做了功课 然后访问你一直到现在 我们已经要到一个段落 我都觉得你会再继续努力下去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节目 当我们聊天的时光 让你偶尔可以来放松一下 我们也可以聊很多轻松的话题 是是是 我很需要 我真的很需要 当做心理资商时间 对对对 我很需要 我真的需要 我需要有人把我拉出来 是是是 那我们常常发你通告 希望这个范奇葦 常常来我们节目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最新的作品 是说故事的人 那么在YouTube 在这个Podcast 匪夷所思 有非常多的节目 请大家多多的关注 让他的理想跟热情 能够发挥到 他想要达到的受众上面 那每个人都能够接受到 这一些好意跟祝福 谢谢你哦 谢谢大家 I li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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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dio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